哈喽今天们6加288加311技能大利皮图山都炸 一组相对于低成本的联阳啊什么元宵真经水星高花里胡哨全不要啊这个只宝宝啊没吃元宵真经对了吃了也是一把费费成长特别低工资都合没了啊 资质全面下降 但是技能比较多 进击法报必带 法联会跟 卧槽 这波是下下钱啊 资质差成长低技能还少 打输一本调我们所有的几率 天平啊都倾向了不好的那边但是你要知道物极必反 运气差到了极限的程度差到别人都差不到的程度就是运气好了对不对 咱们像这种 就应该是往极限大着干 垫子已经铺垫完毕了就是1%的成功率99%的没运我们都已经甩走了啊 你上次就是这么想的已经运气差多的程度不会再亏了结果亏了10亿 120的衣服有啥用啊 没啥用 当你问出有啥用的时候 回答者就已经输了 可以用在任何领域 钱有啥用啊 车有啥用啊 房子有啥用啊 人生最归宿最终的归宿不就是一个小盒吗 当一个人 问你有啥用的时候就已经 不需要再回答了啊 如果告诉你 有啥用的话就是 故伤啊 还有任务 珍珠120级虽然4孔但是 任务的话4孔就是天花板了 5孔就等于浪费了 而且120的珍珠比130的珍珠便宜太多 而且129级的用户量非常大 很多五开的需求量特别大 衣服差不多他就能用啊 所以说宝本的几率非常的高 在猥琐中啊 万一出个无级别永不磨损啊 混沌兽修罗亏里妖啊 化魂八舌就血乱 痛病快乐的给我逆袭 刚才打出一本调 回炉狗拉机 给我出愤怒 漂亮 逆天的双篮子 双篮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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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理开 愤怒啥呀 愤怒特技 愤怒不猛 愤怒精致 愤怒的双篮子但是好像又没有双篮 这钱 老板今天1.5一家人打输的亏 亏的钱是赚回来了啊 赚回来了回本了 一五十九磨一五十四敏 一五圣灵指甲一五白板一五十九粒啊 这不过的话是还是赚的啊 一个120的愤怒腰带大概2000啊 珍宝的话让装备的价值产生五倍啊 所以说腰带值一万 但是我不收啊 好了 恭喜老板凤叶乔乔零七年的老大堂也算是圆梦成功啊 愤怒和逆天的双篮子同时出现的时候 上一次出现的是三年前啊 他是 愤怒啊加逆天的双篮子 结果是无级别加愤怒 他的是100多个W啊你你的是零点二十几个W 差距了500多倍吧